你好 欢迎收看2月24号的大花莲地方新闻 我是萧佳慧 首先带你来看到花莲县老人会 25号举办111年度中风预防治疗讲座 继虎年大吉新春团拜联谊活动 县长徐正伟与数百位的银发张者 齐聚一堂银新春 徐县长也亲自发放开运福袋 祝福每位老大人新的一年万事如意身体平安 县长徐正在表示非常开心天气素爽的今天 看到这么多长辈们走出后来来到老人馆相互交流 迎新年 这次要感谢理事长以及所有工作伙伴们 整个老人会的活动规划非常完善 让我们老大人们可以参加各项有意身心健康的活动 放松享受生活 4月16号要全中运 所以我们有很多的运动场馆 也在开始整个大班大整理 那也要好的天气 所以今天我看到阳光出来 我好开心好开心 那另外呢 这个大家走出来晒晒太阳也是最好 因为这个几天一直下雨还有很冷 所以我到南区我都跟长辈说 这个郁寒三宝 郁寒三宝是哪三宝 帽子围巾还有我们的袜子一定要穿好 因为这个冷会从我们的脚底冷上来 我们的头如果没有保温 那个热气就从头散出去了 所以一定一定要记得戴帽子 而且也比较不吹风对不对 所以这位要感谢大家把自己照顾好 今天新春期间我们的理事长非常用心 又办了我们新春健康讲座 还有其实最重要是要让大家走春走春 走出来看看朋友对不对 心情才会好 连老天爷都让我们这个活动能够很圆满 而且让大家能够安安全全 来到我们老人会馆来跟大家碰面 所以在这里曾蔚要谢谢我们高理事长 还有曾蔚要拜托大家一件事情 就是如果要办什么活动 大家都可以提出来给理事长参考好不好 那理事长会跟曾蔚讲 那第二件事情就是我们现在 这个预防针我们的流感 如果还没有打要打 然后这个我们的这个新冠疫苗第三剂 还有我们老人旗舰板 老人旗舰板健康检查 要开始做了好不好 因为我们的老人旗舰板 是针对我们自己花莲的长者来设计的 跟外现实不一样 所以我们一定要先做预防 预防的医学 为什么 因为这样子我们才 我们才会让家庭能够安定 现代学会表示 花莲政府今年度即将在4月份 举办全民中等学校运动会 共计有28项赛事 将会吸引超过15000人 力临花莲 花莲政府已经做好万全的准备 也希望长者们能够前往观赏赛事 走述户外 让长者们能够健康快乐 接着就会欢迎花莲老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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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